大家好,这里是顶条视频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国产芯片的崛起与发展 最近有个大新闻在汽车圈炸开了锅 短短5个月就有三家车企用掉了1.32亿颗国产汽车芯片 这数字一出,连我们这样的吃瓜群众都能感受到 国产芯片正在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领域 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呢 据国务院国资委的副主任狗平透露 像中国电科、中国电子、华润集团、中国中车集团 这些响当当的央企 在今年前5个月一共卖出了2.35亿颗汽车芯片 看来不只是那三家车企 整个汽车行业都在逐渐信赖并转向国产芯片哦 那么问题来了 国产芯片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这么多企业和消费者趋之若鹜呢 首先咱们得谈谈成本优势 由于地缘优势和政策支持 国产芯片往往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 这意味着它们有潜力 让终端产品价格更亲民 这对于价格敏感型市场来说 可是个大大的加分项 其次 响应速度和服务也是咱们的优势 国内的芯片供应商能更快地响应客户需求 提供定制化服务 这对于那些需要快速迭代产品的新兴行业来说 无疑是一大福音 最后 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 国家安全和自主可控 随着国际形势日益复杂 拥有自主研发生产和供应能力的芯片产业 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这也是国家大力扶持和发展芯片产业的重要原因 当然了 跟美国芯片相比 咱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芯片在全球市场上 已经有几十年的积累 技术先进 品牌影响力大 但国产芯片也在迎头感上 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这样的新兴产业中 咱们已经能看到明显的进步和突破 未来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投入加大 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 投入到这个行业中来 相信国产芯片会在更多领域绽放光彩 说不定哪天就能在全球市场上 与美国芯片分庭抗理呢 好了 今天关于国产芯片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也对科技 对国产芯片的未来发展充满好奇和期待 记得点赞关注顶条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